大一的时候离开家的那一次中秋节 寝室的成都的朋友们已经回家了 所以寝室里面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这两年在成都过农季节都在上班 基本上都没怎么过农季节了 有一年我妈就是她知道我喜欢吃 我们家里边一个比较小的厂生产的那种月饼 然后她就给我在那边买了有一箱真的一大箱 给我寄过来了 那个应该是最难忘的 也吃到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那种味道 大学期间用班费给班上的同学买了月饼 然后大家聚在一块一起过中秋 有四次没有陪在过过中秋 农历8月15是中秋节 然后农历的8月13就是奶奶的生日 其实在外面上学 然后就是每年回到家看着她 其实都觉得她比以前更老了 所以就我觉得我想跟她说 祝她生日快乐 然后希望以后的每一次节日 每一次的中秋节 还有她生日都和她一起过 多久10年了 我们说的因为太多有钱她们的 稍微压力忙 每团众都来信 每团众都来信订单了 我都强了 太强了 看视频上澎湃 来 谢观看 谢谢观看